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每天跟大家說平安的時候 越來越感覺到吃力,越來越感覺到沉重 因為已經有很多的朋友不平安了 已經有很多的朋友在這場世紀大瘟疫面前 已經感覺到了巨大的壓力 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朋友 這些朋友現在已經感覺到自身的健康和生命 已經受到了威脅 自己家人的健康和生命已經受到了威脅 也不平安了,那海外的朋友也不要太掉以輕心 因為這場世紀大瘟疫遲早會波及到我們 遲早會蔓延到我們在海外的這些華人身上 海外的所有的人身上,任何種族的身上 大家都不能夠倖免,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美國疾控中心的科學家說的 他們的估計是將來在全世界 將會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還有一些人可能是因為自己的身體抵抗力特別的好 能夠抵抗住這些病毒,能夠把他們抵抗在身體之外 大多數人是不能夠倖免的 最後能不能夠生存下來 那麼就要看天意了 那他們這麼說呢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些科學家對這個病毒是非常的了解的 我不是科學家,我對這個病毒過去是不了解 經過這次疫情之後吸收了大量的知識 掌握了一些常識,那麼根據這些常識來推斷 也是非常非常嚴峻的,形勢非常嚴峻 比如說這個病毒它的傳染性特別強 它有這個冠狀病毒的特徵 冠狀病毒就是通過呼吸道還有這個縫口傳染 還有這個接觸傳染,傳染的途徑非常的多 而且傳染起來非常的迅速 你跟人家講個話,只要距離稍微近一點 只要那個人的唾沫心智 或者是吐出來的那個氣裡面帶有病毒的 吸入了你的呼吸道都有可能被傳染 還有就是你跟其他的人一起吃個飯有可能被傳染 甚至是和帶病毒的人同用了一個廁所都有可能被傳染 甚至是同摸了一個門把手都有可能被傳染 傳染的途徑這麼多,防不勝防 所以說這個非常厲害 那麼第二點就是它有艾滋病病毒的特徵 它的潛伏期特別長,而且在潛伏期之內 帶病毒的人就可以把病毒傳染給其他的人 在日本就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了 日本有一個公司發現有六七個他的員工 已經受到了這個病毒的感染了 那麼日本的防疫機構就去查 最後就查到他們幾個人同時在一個餐館吃過飯 而那個餐館在他們吃飯之前來過一批武漢來的遊客 那批遊客用過那個餐桌之後 另外的那批日本人去了再去用餐 結果就被感染了這個病毒 所以說他在潛伏期之內就可以傳染 而那些潛伏期之內的那些人 那些帶病毒者他根本沒有任何症狀 他看起來跟健康人一樣 所以說你怎麼能去防範他們呢? 根本防範不了 那麼還有一個可怕的特徵呢 就是他根本治不好 哪怕是你的症狀消除了 你用了各種各樣的藥物 自己身體抵抗力特別強把這個病毒給壓下去了 但是這個病毒還留在你的身體裡面 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就有兩個這樣的病例 他們已經被所謂的治好了 已經讓他們走出了醫院 但是過了一些天再去查 再去給他們進行核酸檢測 最後發現他們還是陽性的 還是帶有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還是活的 還能夠傳染給其他的人 所以說這種病毒就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它真正的根治 所以說美國疾控中心的科學家也說了 這個病毒今後就像這個流感病毒一樣 每年一到了這個季節 它就會爆發出來 就會感染一大批的人 所以說這一次的病毒全世界沒有辦法倖免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會說 那是不是能夠通過堵,把它堵住呢? 就像現在中國所搞的一樣封城 那封村能不能堵住呢? 現在看起來這個希望已經是破滅了 那首先呢 是在這個武漢病毒爆發的初期 那個可以堵的那個時間 把那少數的受感染者堵起來的那個時間 已經過去了 那在武漢封城之前已經有五百萬人 已經走出了武漢 那絕大多數走到了全國各地 所以說中國現在幾十個省市自治區 全部都發現了這個被感染的病例 現在整個國家都已經處在這場大瘟疫的 這個陰霾的籠罩之下了 那麼其他的地區啊,其他的國家也堵不住了 因為這五百萬人不僅僅是在國內 其中有一部分也已經出了國了 不僅僅是這五百萬人出了國了 那麼後面還有第二代第三代的感染者 現在都已經出現了 比如說像在這個重災區東南亞地區 新加坡就是因為有一個武漢的 一個科學家還是這個公司的高管 他到新加坡去開會 那麼他就把這個病毒傳染給跟他一起開會的 好幾個國家的同事,而這幾個國家的同事 回到各自的國家之後又感染了其他的人 其他的途徑的這些也有出現了感染 比如說我們前一段時間聽說過 日本的有一艘郵輪叫做珍珠公主號 上面有三千七百多個人 其中就有帶病毒者 雖然他們在潛伏期之內 但是他也把這個船上的很多的人給感染了 現在查出來的就有四百多個確診的病例 而且每一天這個確診的病例還在增加 所以說傳染力現在已經超過了百分之十幾了 整個船上三千七百多人已經有四百多個人感染了 所以這種規模你基本上就沒辦法控制 而且日本現在基本上已經失手了 現在已經出現了社區感染 這個船是已經被他們堵在了港口 把他們隔離起來了 但是在社區裡面的那些帶病毒者 那些潛伏著這個病毒的那些人 他們已經在到處走 已經把這個病毒傳染到處傳染了 所以日本現在已經失手了 台灣很快也會失手 因為已經有一百多個可能被感染的這些人 已經站不到這個台灣各個地區了 所以說現在台灣正在追查正在追這些人 但是追不追得到呢 等到追到的時候這些人已經造成了 這個病毒的大範圍的擴散了 所以台灣失手也是遲早的事情 那麼其他的國家呢 其他國家也好不了哪去啊 今天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艘美國級的郵輪 他是在東南亞地區巡航的 那最後呢就停泊在柬埔寨的西哈魯克港 那按照日本的那種搞法呢 那種比較保守的負責任的搞法 就是把那艘郵輪隔離起來不能讓他上岸 但是柬埔寨現在那個首相叫做洪生 前幾天剛剛到北京去跟習近平見過面的 他採取了一個非常讓人意外的一個措施 他是讓這些人全部都下船 然後各自坐飛機從京邊坐飛機回各自的國家 那這些人這座郵輪裡面大概有2000多人 現在只剩下700多個船員還有200多個遊客 自願的就留在那裡不走了 那麼其他的還有1000多人 那已經散步到世界各地了 那有些人可能講可能他們運氣好 裡面沒有受感染的呢 不是的運氣不好 運氣跟其他的這些郵輪一樣 其中就有一個80多歲的人呢 他從柬埔寨到了馬來西亞之後 在馬來西亞的機場被檢測出來 已經是陽性的了已經是受感染了 那麼他在這個郵輪上面 過了那麼長的時間 在郵輪上面和那麼多的人近距離接觸了 在一個桌子上吃過飯 近距離的講過話 用過同一個廁所 那麼這個不可避免的就會造成 那個郵輪上面的很多的人被感染 而那個郵輪上的人呢 現在已經散步到世界各地 你說這個怎麼能夠防得住 而且像加拿大這個國家 他本來的醫療體制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 現在加拿大的這個總理叫做小土豆 大家細稱小土豆 他叫特魯多 這個人呢他在這個疫情爆發的初期 他既沒有撤僑也沒有封關 沒有跟著美國的這個腳步 當然跟著最後可能也會被感染 也會被這個病毒 也會侵犯到加拿大來 但是呢至少是可以 把這個病毒擴散的時間 把它延緩一下 把加拿大的這個 應付這場疫情的這個措施 準備措施做得再好一點 但是他沒有做 現在加拿大已經發現了不少的案例了 那麼我剛才講到的那兩個 已經被治好的在出來的還帶病毒的這個案例 就是其中的兩件 還有其他的大概是八九件 那麼我相信更多的人 更多的帶有病毒的這個 還在潛伏期之內的人呢 已經進入了加拿大 所以說加拿大也是不可避免的要被感染 那歐洲現在好多個國家已經被攻陷了 現在呢全世界被攻陷 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被攻陷 這只是遲早的問題 所以現在全世界每一個人呢 都不應當感覺到安全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面對著 這場大瘟疫的打擊 根據這些科學家的說法呀 說這個瘟疫面前呢 最脆弱的是那些五十歲以上的男性 就是像我這種老男人 得病的這個機會最高 而且呢死得也最快 不過呢我感覺的不冤 為什麼呢因為我大半輩子都在跟共產黨作對 都在給他們添亂 那現在呢被共產黨用陰招 用他們製造出來的這種病毒 給幹掉了 也算是跟敵人的這個搏鬥過程當中 犧牲了這個不算是太冤 使得其所 最可笑的啊最這個黑色幽默的 就是那些五毛啊 王警啊那些中共的警察呀幹部啊 那些英權爪牙 如果他們也是被這個病毒給感染了 最後啊這個撬辮子了 那才叫冤枉 這就好像啊一條狗被自己的主人給打死了 那他心裡面是最難受的 所以啊現在還在為共產黨賣命的人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這個問自己一個問題 你們是不是能夠抵抗得了這場瘟疫 如果抵抗不了 那你一定要知道是誰把你們給害死的 知道了這個問題了 你馬上啊改弦跟章 認清自己的朋友認清自己的敵人 做人呢才稍微能夠挽回一點尊嚴 經常看我這個頻道的節目的朋友 一定知道啊我這個節目有一個特色 就是一定要講一些方法一些策略 怎麼樣應對這件事情 我這個不是純粹的政論頻道 不是作而論道的 而是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一些建議 一些行動的方案 那麼面對著這場疫情 我們有什麼樣的方案呢 那現在大家都是在一條船上了 都面對著同樣的危險了 我給大家提出的方案也是我自己準備採取的方案 第一個就是純善戀做善事 這場瘟疫最後大家能不能夠躲過這一節 能夠逃過這一節 誰都不知道 真是看老天爺的意思了 老天爺說讓我們活下去 繼續跟共產黨幹那就可以活下去 老天爺說現在你太累了該走了 那就該走了 第二點就是要保證適當的運動 保證適當的營養增強自己的抵抗力 因為如果是僅僅是完全聽老天爺的安排自己 無所作為這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老天爺的意思最後都要通過我們的行動 通過眾人的行動顯示出來的 所以說一定要自己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就是把自己的身體給搞好 身心都要調節好 前面說的純善念那是調節心情 現在說的做運動 補充有營養的食品 這是把自己的身體給調養好 第三就是要儲備生存物資 尤其是在國內的那些朋友 在加拿大、美國這些地方的朋友 歐洲的朋友 大家可能在這方面還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這些地方他們政府的 治理水平相當的高 物質也比較豐富 應當不會出現這種饑荒的場面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 還有在一些不發達國家的 治理水準比較低下的這些國家的 這些朋友就一定要注意自己 一定要自救儲備必要的生存物資 實際上我們這個全民共振平台 從2018年的時候就在不斷的提醒 我2018年4月18號的時候 開始做一期視頻要大家儲備糧食 原鄉居士也做了這樣的視頻 建民也做了這樣的視頻 不斷的在督促大家 建議大家一定要儲存糧食 因為亂世要到了 亂世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生存下來 生存下來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要有糧食 所以說現在那有些朋友 就感覺到我們當年的提出的 這些建議是有效的 我在湖北的有幾個朋友 他們聽從了我這個建議 現在心裡面太平多了 現在武漢被封城了之後 還有湖北其他的地方被封城了之後 已經出現糧荒了 大家看一看這個有一則視頻 在網上面流傳的很廣的 就是在武漢的空曠的大街上面 不知道是哪一個單位 就拖了一車土豆 把土豆堆在這個街上 然後後面就有一大群的人 在那排隊要來買這個土豆 土豆這是平時我們大家都不願意吃的 這種食品算是垃圾食品裡面的一種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感覺到土豆都是很珍貴的 這就是因為出現了糧食短缺了 如果是大家早做準備 每一家都存著幾百斤糧食 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嘛 但是現在除了武漢湖北其他的地區 還可以有這個機會 武漢湖北現在已經糧食短缺 現在想買都買不到了 其他的地區 尤其是梁廣和南方其他省份的這個地區 大家還有大把的機會 在家裡面儲備一些糧食 儲備自己購自己和自己家人 能夠生存個半年的這種糧食 國內買不到了就到東南亞那些國家去買 就向外國進口 一定要儲備這些糧食 儲備了之後 今後最困難的情況下 我們都能夠有吃的 能夠有吃的生存的機會就會大增 那我給大家的建議裡面 還有另外的一部分 就是怎麼樣反抗 怎麼樣革命的建議 那有些人說這個跟我們生存有什麼關係 確實是現在跟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 關係已經不大了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是被共產黨給害苦了 很多人要被害死 但是請大家記住 我們這一代人不應當是中國的最後一代人 不應當是地球上的最後一代人 大家還有子孫後代的 為了那些子孫後代他們的生存 那大家一定要反抗一定要革命 因為現在經過這次瘟疫之後 大家應該都能夠總結出來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 就是只要中共這種政權還在台上 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安全的 我們整個國家的人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說必須得把他們推翻 我相信這個道理呢 現在世界各國的政府應當也已經意識到了 尤其是美國應當也就意識到了 再也不能對中共這種政權搞綏靖主義的政策了 把他們養肥了把他們做強了 最後他們就反過來會危害全世界 他們可能不用原子彈不用輕彈 用原子彈輕彈美國可能擋得住 你們可以攔截它的導彈 你們可以攔截它的核武器 但是用細菌用病毒你是攔截不住的 所以說這次之後這次疫情之後 還剩下來的那些人 那大家就一定要齊心協力的 要想方設法的要把這個政權給推倒 那麼關於推倒政權呢 我曾經寫過兩本書 一本是變局策,一本叫做《街頭革命方法論》 那這兩本書都是提出了一些系統的方法 當然了更多的方法還有帶於大家 自己在實踐當中去探索 我相信中國全世界長龍臥虎 能人多的是比我厲害的多的是 我算是拋磚引玉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